树花是果园管理的常见措施 以往摘掉的花就给扔掉了 而在山西平路 当地将这些摘掉的花统一回收 制成花粉 给果农带来了额外的收入 山西平路不关镇是桃果大镇 眼下正是果树树花的关键期 与以往不同的是 果农们把摘下来的桃花集中收集起来 等着企业上门回收 收集起来的花朵 在提取出花粉后 用来给更多果园进行人工授粉 目前平路线除了桃花粉以外 还有梨花粉 杏花粉 苹果花粉等多个品种 每年的花粉产量在10吨以上 在供应国内各大果业产区的同时 还销往国外